温暖的地 生命天使与你 一起温暖的地 你是我的眼 王小姐开了一家素食面馆 面馆的生意不错 她为了方便照顾生意 便住在面店里 而陪着她一起住的 还有一只名叫哈利的小狗 老板娘 我要一个大碗的素面 来了 大碗素面 有一天下午 正在店里打扫的王小姐 突然听见哼的一声 从外面传来 她赶紧走到店外去查看 哈利别闹了 等我扫完了 再陪你玩哦 怎么了 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王小姐来到店外后 吃惊地发现 原来是一只小猫 从天而降 摔在了店门口 那只小猫顶多两个月大 不过看上去 似乎并不大碍 看来 它是从那里掉下来的 不知道这么一摔 有没有受伤啊 嗯 看来应该没事 这个可怜的小家伙 王小姐不忍心将小猫丢弃 于是把它带回面馆 让它和小狗哈利 住在同一个纸箱里 哈利 这是你的新朋友哦 以后 你们就住在一起 你可要和它好好相处哦 不知是不是王小姐的教导 让小狗起了微妙的变化 哈利它经常呆呆地 望着熟睡中的小猫 偶尔还会用爪子 轻轻地拍拍它 每当有客人来店里吃饭时 哈利则会时时刻刻看着小猫 一旦它想要跳出纸箱 哈利便会伸出爪子 将它揽了回来 不让它耽误到主人的生意 有时候小猫会抱着哈利 在店门口嘻闹 每当这一幕上演 总会让面馆里的客人 惊呼连连 你快看 那两个小家伙 竟然能够在一起玩啊 真是不可思议 猫和狗不是冤家吗 怎么它们两个 倒像是一对小情人似的 是啊 它们俩的感情非常好 同进同出 谁也离不开谁呢 半个月后 小猫的主人找到了汪小姐 原来那只小猫是楼上住户郑小姐的 那天小猫不小心失足从窗边掉了下来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以后小猫自己在家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窗户关好 免得它又掉下来了 您说的对 我以后会小心的 王小姐 谢谢您照顾小贝这么多天 大家都是邻居 别客气 好了 你快带它回家吧 嗯 谢谢您了 然而就在郑小姐抱着小猫离开时 哈利露出了焦急不安的样子 她朝着郑小姐拼命地狂吠 像是在抗议她带走自己的好朋友似的 哈利 哈利 别这样 小猫要回她自己家了 小猫被抱走后 哈利显得非常失落 她经常无精打采地趴在门口 两眼无神地望着外面 唉 可怜的哈利 她应该是在想念小猫啊 咦 怎么了 那只小猫竟然站在门外 两个小家伙隔着门两两相望 小猫来回转了几圈 终于找到门缝想钻进来 可是缝隙不够宽 只能挤进半个小脑袋 哈利趁机伸出爪子 轻腻地拍了拍小猫 小贝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又偷跑出去 唉 原来这几天小贝一直往外跑 是为了要找你们家的哈利啊 嗯 真是没想到 他们俩的感情竟然如此深厚啊 是啊 看来小贝我是留不住了 王小姐 我实在不忍心让他们再分开了 小贝以后就请你多照顾了 嗯 好的 我们就成全他们吧 从那之后 小猫小贝和小狗哈利 便整天黏在一起 形影不离 宛如一对恩爱的夫妻一般 然而半年后 小狗哈利的眼睛生病了 他走路时经常会撞到东西 王小姐带他去动物医院 治疗了很多次 也不见好转 没过多久 哈利便完全失明了 王小姐 你的狗已经完全失明了 很抱歉 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唉 这下该怎么办才好啊 我要做生意 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照顾它 啊 小贝 难道你要替我照顾哈利 这怎么可能啊 小猫像是明白了王小姐的疑虑似的 它立刻跳到了哈利身上 然后对着它 喵喵地叫了两声 哈利像是得到了指令般 它站了起来 笔直地往前走着 眼看就要撞到桌子时 小猫又叫了两声 哈利竟然转身 避开了桌子 天哪 这真是太不可自议了 王小姐 我接触猫狗那么多年 这样的情形还真是第一次看到呢 小贝是在告诉我 它是可以照顾哈利的 它们俩的友情真是让人感动啊 是啊 有时候动物之间的友情 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 从那之后 小猫和小狗更是寸步不离了 小猫变成了小狗哈利的眼睛 指引着哈利回到窝里 带领着哈利到门口晒太阳 甚至还能带哈利一起去不远处的草地上玩耍 原本以为因是水火不容的猫狗 竟然也能互相扶持 互相照顾 谁说只有人类才拥有真知的友谊呢 寻主弃凶的小狗 在一个早晨 家住乡下的小伙子阿雄 在路边的草丛里 发现了一只被人遗弃的小狗 诶 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这只小狗大概只有一两个月大 长得奇丑无比 脏兮兮的脸上都是泥土和草屑 眼睛很小 嘴巴却很大 耳朵塌塌的 瘦骨鳞峻的身上 只有几撮少得可怜的杂毛 阿雄看到小狗的样子 心生怜悯 于是把他带回家 而且为他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 小丑 真是个可怜的小家伙呀 唉 小可怜呀 如果我不管你的话 你会死在野外的 那跟我回家吧 看你这个丑样子 以后我就叫你小丑好了 小丑渐渐长大了 身上长出了长长的棕灰色的毛 脸上有许多黑色斑点 好像人脸上的雀斑 它的个子虽然小 但却比村里所有的狗都聪明乖巧 而且特别有灵性 特别忠心 这一天 阿雄整天都没有看到小丑 于是就出门去找小丑 爸 你看到小丑了吗 哎呀 你这么一说 今天我还真的没有看到他呀 小丑从来不会乱跑的 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危险 不行 我得去找他 小丑 小丑 你在哪里呀 不久 阿雄就在离家不远的一棵大树下 找到了躺在树荫下 奸奸一袭的小丑 他的左后腿上一片血肉模糊 是小丑 天啊 小丑 你怎么了 是谁 把你伤成这个样子的 小丑 忍耐一下 我马上带你回家 在医疗资源缺乏的农村 更不可能有为狗治疗伤口的药物 阿雄只好每天煮一锅盐水 然后用纱布沾盐水 给小丑清洗伤口 一个月后 小丑的腿伤就好了大半 他又活蹦乱跳起来 小丑 忍着点 我知道擦上盐水会很痛 但是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 你的伤口不被感染啊 哎 小丑 这是被枪打伤的 是谁对小丑下这样的毒手啊 是啊 究竟会是谁呢 一个月后 小丑复原的可真快啊 是啊 不过以后可要小心点 免得再被坏人用枪打伤 嗯 这一天 阿雄问小丑 是谁把他打伤的 小丑啊 上次是谁把你打伤的呢 你是要带我去找那个人吗 通人性的小丑听了以后 立刻带着主人来到了村里有名的地头蛇 蔡阿达家门口 啊 难道是他 蔡阿达 又是你 上回没打死你这只丑狗 今天你竟然自己找上门来送死了 嗯 蔡大叔 他只是一只狗 你为什么要开枪打他呢 你这个小子给我闪开 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打 你打了我的狗 还这么不讲理 要知道你私藏枪支是违法的 我可以到警察局去告发你 臭小子 你敢去告发老子 老子先拿枪打死你 蔡阿达原想吓唬一下阿雄 不料小丑健壮 却奋不顾身地扑上去 一口咬住了蔡阿达的左手 蔡阿达痛得大叫一声 枪口朝天 右手扣了扳击 哎呀 好痛 随着一声枪响 听到相袭的警察赶来了 并且依法没收了蔡阿达的枪 并处以四万元罚款 因为这件事情 蔡阿达对阿雄恨之入骨 总想找机会报复他 该死的阿雄 我早晚让你好看 后来 阿雄打算离家去外地谋生 他要出门前 父亲把自己外甥内枝 戴了十多年的手表送给了他 爸 我要走了 小丑 在家一定要听话哦 阿雄 记得有空 要尝回来啊 嗯 我会的 然而 这 却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 阿雄 走到村子里的一条小路时 被蔡阿达看到了 两个人又争吵了起来 结果 蔡阿达捡起一块石头 狠狠地朝着阿雄头上砸过去 竟然 将他打死了 啊 竟然死了 蔡阿达赶紧开着自己的车子 把死去的阿雄 运到了三十公里外的荒山脚下 那里 有一个已经废弃的防空洞 蔡阿达将阿雄的尸体 背进了防空洞深处 并且 用石块将尸体 完全盖住 一黄眼 已经两个多月过去了 阿雄都没给家里 带来一点消息 这让他的父亲 感到非常不安 唉 都两个多月了 阿雄 怎么也不写封信来啊 冬去春来 下往秋至 就这样 一年过去了 但阿雄 却仍是音信全无 做父亲的 一想到儿子 心情 就显得更加不安 经常 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摔东西 一年了 一年多了 阿雄 你这小子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某天清晨 天刚亮 阿雄的父亲 就被一阵凄惨的狗叫声 给惊醒 他听出 那是小丑的叫声 于是 急急忙忙 穿上衣服 就起床了 打开门后 阿雄的父亲 大吃一惊 只见小丑 叼着一只手表 他蹲下身 仔细查看 那只绣机斑斑的手表 不禁倒抽一口气 天哪 这不是 儿子离开时 我送给他的那只表吗 难道 难道阿雄他 遭遇不测了 阿雄的父亲 立即抱了紧 原警 在小丑的带领下 来到了三十公里外 那座荒山下的防空洞里 天哪 这么远的路 也不知道这只狗 是怎么找到的 我儿子和这只狗 感情很好 我想它们之间 是有心灵感应的 原警在洞中 发现了一具 半埋半漏的尸骨 从痕迹上看 露出来的部分 应该是这只小狗 用爪子挖的 看到旁边的一堆大石头 可以想见 小丑为了挖出这具尸骨 不知花费了多少功夫 阿雄啊 我的儿子啊 是谁这么狠心杀了你啊 经过鉴定的结果 确认死者是阿雄 而且是他杀 当原警在村子里 寻找线索的时候 小丑总是朝着 蔡阿达家的方向 叫个不停 那只狗好像要告诉我们什么 难道它是想告诉我们 凶手是谁吗 难道凶手是他 经过一段时间的搜证调查 蔡阿达终于被绳之以法 而在这个案子中 小狗小丑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没想到我竟然会栽在一只小狗身上啊 黑鱼的母爱 张先生因盲长言而开刀住院 许多亲戚朋友们都到医院来探望他 他的妹妹还带了黑鱼汤 想帮他补补身子 真是不好意思 只是个小手术罢了 你们何必这么劳师动众的啊 你肚子上挨了一刀 来看看你也是应该的啊 是啊 你现在可要好好调养身体 多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 这样才能尽快康复啊 嗯 哥 你感觉好点了吗 嗯 感觉好多了 哥 我刚煮了一些黑鱼汤 你车热喝了吧 啊 黑鱼汤 哎呀 黑鱼汤很有营养的 对身体很补的哦 是啊是啊 小张 快喝吧 可是 我不吃黑鱼的 啊 张先生有一个怪癖 那就是不吃黑鱼 这是藏在他心中多年的秘密 其中的缘由 他从来没对别人说过 你不吃黑鱼 是为什么呀 是啊 黑鱼汤对伤口复原很有帮助的 你为什么不吃呢 小张 你就多少喝点吧 张先生在大家不停地追问下 他才缓缓地道出了 事情的原味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我才十几岁 和大多数的乡下孩子一样 调皮得很 整天打打闹闹 满脑子搜主意 有一天 我看到村旁的小河里 有一大群黑乎乎的屋子 在缓缓如动 屋子 是我们当地农村 对黑鱼幼鱼的称呼 那是什么 看起来好像蝌蚪耶 哎呀是屋子啊 好大一群猫 是啊 怎么会有这么多呢 乡下的人都知道 在屋子群的下面 一定会有一条母黑鱼 那是母黑鱼带着幼鱼 出来觅食 屋子群下面肯定有一条大黑鱼 嘿嘿 我抓给你看 哎 你怎么知道 下面有大黑鱼啊 这是黑鱼妈妈 带着屋子出来找东西吃 等一下 我就把它给钓上来 看我的 于是我赶紧拿来自制的鱼竿 抓了只小青蛙 太好了 有鱼饵了 我对着屋子群 放下还活着的青蛙 青蛙到了水里后 拼命地挣扎 那群屋子被吓得四处逃窜 哎呀 屋子都被吓跑了 没关系 只要黑鱼妈妈没走 它们就会再回来的 哦 过了一阵子 青蛙就不动了 而水底的那只黑鱼 并没有离去 该死的黑鱼竟然不上钩 我看这下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黑鱼 一定有 你看我的 反复几次后 母黑鱼终于生气了 它一口咬住了鱼钩 上钩了 黑鱼上钩了 快 快把它拉上来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将那只黑鱼拖到河边 来 我来帮你 哎呀 好大的黑鱼呀 但它却不停地挣扎 因此我无法将它牢牢抓住 真该死 都抓不住 不好 它想逃走 当时我见那只黑鱼还想逃回到河里 于是便拿起一块石头狠狠地朝它的头砸去 哼 还想逃跑 没那么容易 哎呀 别打了 太残忍了 我看你现在还能往哪里跑 你看 它流了好多血呀 没关系 用水洗洗就好了 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 就在那只黑鱼接触到水面的瞬间 它竟然用力挣扎 从我的手里逃走了 而它的头还在流血 因此 在河里留下了一条弯弯的血痕 天哪 它还活着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我都把它的头打烂了 它怎么还能有啊 然而那只黑鱼越游越慢 最后终于停了下来 它停下来的位置 正好是它刚才被吊起来的地方 你看 它不游了 是不是已经死了 不 它还活着 那它怎么不动了呢 因为那里是我们把它吊起来的地方 啊 嗯 失去妈妈的那群乌子 原本像眉头苍蝇似的到处乱钻 但母黑鱼游回来后 它们便纷纷围了过来 越聚越多的乌子 在母黑鱼身边乱窜 它们看起来 是那样的慌乱 无助和恐惧 而那只母黑鱼 尾巴摆得越来越无力 缓缓地游了几下后 便肚子朝上浮出了水面 它 它这是怎么了 它死了 那只母黑鱼死后 成群的屋子并没有散开 而是围绕在妈妈的身边 不舍离去 母黑鱼的举动 深深地感动了我的心 从那时起 我就再也不吃黑鱼了 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是啊 后来 我向我妈妈提起这件事 她告诉我 母黑鱼在自己的鱼卵尚未孵化时 是不会离开去觅食的 因为她怕自己的儿女 在她离开的时候 遭受天敌的攻击 所以 等到儿女们从卵变成屋子后 黑鱼妈妈的眼睛 也饿到快瞎了 啊 真是没想到啊 动物也有如此强烈感人的母爱 是啊 看来所有的生灵都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要彼此尊重啊 嗯 海涛慈悲基金会 散播慈悲精神 照亮社会角落 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富佑 年长者 身心障碍者等 都需要被关怀 海涛法师 于2019年 成立海涛慈悲基金会 秉持佛陀洪化社会 利益众生的慈悲心 积极关怀社会 同时致力于社会进化的工作 监狱关怀 校园讲座等 慈悲是佛道之根本 欢迎诸位大德 加入慈悲的行列 让慈悲的阳光 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暖化每一个众生的心 富池帐号 50416116 50416116 富民海涛慈悲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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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集团 周知语 佛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